中国国民党13号举行中常会 提名现任澎湖县长赖锋伟竞选连任 这也是赖锋伟第二次争取县长连任 不过积极争取党内提名的澎湖县议会副议长陈双全 因不满党中央不公布民调数据 就征召赖锋伟而宣布退出国民党 综合台媒报道 澎湖县长赖锋伟在获国民党中央征召继续选澎湖后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 赖具有非常丰厚的行政经验 担任澎湖县长以来改变了澎湖 是一位认真努力的县长 赖锋伟也发表声明 称将全力冲刺争取继续服务机会 但积极争取党内提名的澎湖县议会副议长陈双全 13号深夜发文宣布退出国民党 他表示自己的民调没输 但在提名的最后关键 被民进党的抹红抹黑等负面选战下策打得遍体鳞伤 陈双全称 党中央在不公布民调数据的情况下 禁字提名 不只让乡亲无法接受 更会让人认为是否有利益交换的情势 为了自清 他必须退出 不让支持者陷入两难 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解释称 赖臣两人实力相当 党内进行很长时间协调 包括观察各方面民调 国民党内也做了三次民调 国民党中央认为赖丰伟对战民进党的主要对手能够胜出 因此获得提名 文传会主委王玉民也称提名是综合考虑 民调非唯一依据 对于陈双全要退党 赖丰伟表示他和陈双全交情不错 会努力跟他协调 也希望跟陈合作 年底澎湖县长选举 除了早先以五党籍身份表态参选的马公市长叶竹林外 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在等待谁先出手再做提名 目前民进党入选前县长陈光复和议员陈慧玲提名 国民渴望在近期明朗化